从不问老公爱不爱自己,朱音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? 朱音和黄冠中,第一次见面,是她还在上学的时候。 Beyond到演艺学院演出,黄冠中一眼就看到台下坐在第一排的漂亮女孩朱音。 两人真正走到一起却是十年后,他们成为了邻居,朱音收养了她家走失的狗狗,二人因狗结缘,如同偶像剧一般的情节。 而两人的爱情经历二十年,一直到现在也是甜蜜如往昔。 朱音会带着女儿看黄冠中的表演。 两人会在微博上毫无顾忌地说情话。 用朱音的话说,爱情是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 。 在外界看来,朱音和黄冠中是完全不搭界的一对。 。 谢娜说,你们是看起来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。 。 即便在黄冠中的心里,也曾觉得自己配不上朱音。 。 那两人是如何爱了二十年呢? 首先,想要爱情长久有一个基准,那就是价值观雷同。 。 朱音是一个在爱情中奋不顾身的人,所以她需要的是一个同样用全身心去爱她的男人,皇冠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。 。 她是一个很直接的人,喜欢一个人就不管不顾的对她好。 。 哪怕朱音在采访,只要看到她的车子,皇冠中就会什么都不管的跑上前去找她,跟她说话。 。 朱音说她是看中了皇冠中的那颗心。 。 当然,朱音也同样用爱回馈住皇冠中。 。 。 当她用完厨房到处食油,她默默把厨房收拾前进,当有人质疑他们的感情,她就在各种场合大方表达自己对老公的崇拜和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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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微博上的是爱更是不稀奇,反正她的微博出了音乐就是老婆女儿。 她会贯注她的强势,但很懂看破不说破,因为爱所以一切都能让。 比如给女儿取名字,全权交给朱音。 除了在爱情里想要的东西一样,以及会制造浪漫以外,还有一点很重要,那就是信任。 皇冠中和朱音是互相信任的一对。俩人是伴侣也是各自最爱的异性朋友。 女人在爱情中最爱问的那句你爱不爱我?朱音从来不问,因为她有自信她永远是丈夫心中的最爱。 女人在爱情中最爱问的那句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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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皇冠中也十分信任朱音,像很多男艺人无法接受伴侣演的亲热戏,朱音也从来无需跟皇冠中抱贝。 皇冠中还有一点也很值得爱,那就是对家庭的责任感。 皇冠中不但爱妻子,也是豁出名的爱女儿。 。 前段时间她带着女儿参加综艺,眼神落在女儿身上的时候满满都是爱。 听到女儿对她说爸爸辛苦了的时候,更是老泪纵横,当下表示为了女儿什么都原因给。 朱音都说,只要老公在家,女儿就会撒娇变得不那么听话,因为老公总是想方设法地宠住她。 但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,朱音和皇冠中之所以能相爱二十年,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,他们先学会了爱自己。 。 摄影师鄂坤为朱音和《黄冠》中拍了一个广告,在广告中两个人给对方写了一封十年情书。 十分感人,字字都是对两人几十年感情的诉说。朱音说。 人人都崇拜美光灯千万众瞩目了你,可我更瞄望那个,在海边怀抱吉他,心中的爱与诗永远不曾磨灭的吉他手。 《黄冠》中说。 电影里的你,是那么多人心里难忘的先死,但是那个在沙漠里星空下,务必天真纯粹的朱音,才是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。 在聚光灯下的两个人,其实也和你我一样,向往住普通而长久的爱情。 相遇是幸运,相处是包容,相爱是一辈子。一辈子很长,但一辈子也很短。 要爱,就要爱,就要爱彻底。 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我们,很容易常常被生活困住,而忽略身边的人,也忽略最初的自己。 偶尔给自己放一个假,跳出圈子,带着你爱的人去旅行,去重新追寻生活和爱情的激情与回忆。 参考来源。